我們看《境界之音》 《境界之音》 第一個就是散戶諸根 第一個是散戶諸根 這個散戶諸根其實 它有一個專用的名字叫做根綠 第二個是飲食之量 第三個是出業後業 而且拒絕無以邪 有多點能夠絕無以邪 第四個就是正面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善户猪羹 这个猪羹它也叫做羹绿 其实猪羹就是指我们的六羹 也彼此生意 在刑事钞 就是我们现在所奏词的 南山律头刑事钞的卷十世 它有特别提到根律语 所以这个根律语 不是只有我们在阿涵的经典 来自于说羽羹的经典里头才看到说 你就是根本想谈定 所以要谈到这个根律语 没有 至少我们在南山律里面 我们所受此的南山律法里头 它就有提到根律语的 这是我们平常都去忽略掉的地方 事实上道圈律语它是有重视这一块的 可是我们都看到道圈律语 它的收集的南山律里面的借像的那里而已 都没看到它前面所强调的根律语 所以我刚才特别讲 在刑事钞的卷史是第六月十一行那边开始 它就有讲到什么叫做借户 我们刚才不是要讲到吗 这个借户它是必须要做什么 那个病资粮要做什么 要养护的 要护养的 所以他说什么叫做借户 在心思上也讲过什么叫做借户 从心来谈 从心来谈 从心来谈叫做户 我们讲到护养 从心来谈叫做户 从身口来讲叫做戒 所以我们只把那个 我们整个的学戒都是学在的 身口上面的一条一条那些戒条 你只学了戒 你没有学到戒户 戒户这个才是怎么戒学圆满 所以这个户呢 它在里面有讲 什么叫做户 就是指什么 跟律语 叫做跟律语名字为户 所以道卷律史 他也是很清楚的 知道什么样子才叫做持戒圆满 不是只有戒 是要戒户 所以是要跟律语要注意到的 所谓的跟律语 他有讲到跟律语叫做户 就是用我们跟律语 这一面的正面正知 是不是这个都有了 这也是要什么觉悟于全 这个正面正知都有了 饮食质量 这个是正知的 这样子来反覆我们的六根 这就是一个跟律语 所以你看 道卷律主他单单的两个字 就把什么境界思印都谈完了 他只是没有特别一条一条 又再特别去谈量而已 可是事实上他讲得很清楚 你持戒心境要这样子 可是我们通常都没有 都没有好好的把那个律文 把戒律把它读好 只看到某一点 就一段那里 他在对前面这个情绪前面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持戒必须要什么 跟律语还有什么戒 通通要学 跟律语就是要用什么 正面正知这些都包含的 来什么防护六根 全部都有了 这四点都有了 然后有讲到说 这个是我们发业的静音 有这个户 我们才有办法 能够得到智慧 能够得智 那他详细在里面呢 我刚才跟人报了耶稣 所以没有办法在这里很详细讲 都还可以你去来那来看 真的是讲得很好很精彩的 所以我刚才我举行事超呢 就是说 我们讲到的这个纪律 不是说我们在谈禅病 在谈瑜传部的东西才谈这个的 其实你看我们的受学的 我们现在受此的这个南山律法都有的 只是我们都没有去重视 没有去注意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从第一点呢 根律语就是善户诸根 根律语先来讲 什么叫做根律语啊 就是我们六根的防护 所以这个六对这个六根的防护呢 他主要主要他的核心呢 他就是对于呢 他就是六根的防护啊 主要是我们要对于 把我们的念头 我们六根门头啊 我们的念会不会流失掉 你对于念的防守 你对于你的念 你能不能把它防守好 念的防守 哎你这个防守 这个是他的休息要点 那我们的六根呢 随时都有被防守的 我能够持续性很高的 不会被外境诱惑的 不会让烦恼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 所以在根律语里面呢 他包含几个内容 首先呢就是要什么 防守正面 防守正面 不忘思 那怎么样子去防守正面 不忘思呢 我们这种修学是要有步骤的 第一个呢 你现在起的面是不是正面 你不是正面 你待在那边防守 我起了是贪面 好好巩固我的贪心 维护我的贪心 怕我贪不得 不行 所以你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什么 哎 获得正面 你第一个你要确定 我现在我起的是一个正面 正面的过程 那 这种正面怎么获得 要靠我们的什么 文师修理 靠听闻 思维 还有修行 你才能够有个正面 你没有听经文法 你没有去思维 善思维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检责 我现在的念头对不对 我们常常是维护我们的 我执以为是正面 不是如理思维 如佛所教的 对啊 所以这个正面的获得 是要靠我们的文师修 才有办法做的 然后 获得正面呢 再来就要看什么 去防守 防守念 不要让它掉了 哎 你的念不念不 你的佛号掉了 哈哈哈哈 掉了 哈哈哈哈 有一个小短片啊 就是一个妇女啊 那她东西使用了以后呢 她就把垃圾的嘴边丢了 丢了以后 后面的老先生啊 看到了以后呢 就跟她说呢 小姐小姐 你东西掉了 对 她就看了看 嗯 没有啊 什么东西掉了 她说你道德掉 哎 我得到了这个正面 我又没有防守好 有没有让它掉了 你不要以为说 我一定是佛号掉了 我想要的 我现在围住了一个 什么样的正面 掉了 那才叫做掉了 没有防守好 抱抱 哎 我一个善的念头 掉了 我一个道德掉了 那个都叫做什么 你没有防守好 所以这种防守呢 也是要靠我们的文师修的力量 随时提醒自己呢 实实的去好好的去守护她 这个就是啊 防守正面 那第二个呢 叫做长尾分面 这个长尾分面 这个长尾分面 以前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常常讲过 什么叫长尾 什么叫长尾 长是什么 经常嘛 经常嘛 对不对 所以经常的话 表示她是什么 哎 什么 嗯 很横场的座 很横场的座呢 这个叫做什么 无间嘛 无间座 它是一种横躺性 那什么叫做尾 有句话叫什么 尾系尾系 所以就是什么 子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尾系呢 其实无间座 然后是什么 尾系所做 所以这个是她的什么 你做的 你做的品质 你做的品质怎么样 你的品质是非常的仔细的去做的 我们 对我们的句话叫做什么 音重心 音重座 我是很当一回事的 这样子来做的 我念佛的时候 我很专注的 阿密佛 这叫什么 鬼系所做 音重座 我是当一回事的 真心的这样做的 无间座 诶念念不间断 阿密佛 常常念 讲道就念 诶就是什么 哼堂做 所以 什么叫做精进 精进呢 在论上讲说 所谓的精进叫做什么 常鬼系做 精进叫做 常鬼系做 什么叫做精进 对精进的鬼字 就是常鬼系做 就是什么 你要常做 鬼系所做 什么精进 不是我偏偏在那边念什么 念那个没有品质的火 你必须要念什么 有品质的火 才叫精进 你念有品质的火 你的量也要够 所以 这个是代表什么 你所做的 必须要什么 品质是要怎么样 纸巾 鸡匙 鸡匙 然后呢 量要怎么样 乱 自己也是整个精进 那假如你的品质 不够好的话 都拍拍 眼尝拍拍 阿弥陋 阿弥陋 你做什么 阿弥陋 你做啥 这就是 鸡匙不精了 或者是我虽然指很筋 但是没三分钟热度 就没再做了 量不够 所以他说对我们正面的 这种守护也是一样 你是要什么 应动做 恒长做 你才有办法 常为正面 实时的防守 不是只有防守 正面不要流失 维持这个正面而已 你还要什么 常常洗正面 很专注的 让自己维持 维持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密护六根门 你能够密护根门 不要让这些六层 这些烦恼的把我们 眼睛看到那个 就被迁据了 耳朵听到一个什么 都听到了 你就讲了一大堆 什么什么事情 不讲到你的名字 都没你的事 讲到你的名字 是不是在讲话 是不是在讲话 哇 你后面的齐心动念 就一大堆了 为什么是讲话 为什么 就一大堆了 所以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子 依照这个防守正面 常委正面 来密布我们的六根门 制服外在的这些六层 对我们所造成的 这些烦恼杂然 能够这样子防守正面 能够常委正面 这个就是什么 跟律 另外第二个就是念防护意 什么叫做念防护意 就是说 我们这种防守正面 常委正面 这种 这种的力量 这种念的防护 这种念的防护的增上力 让我们对于外在 也跟对六层的时候 这些外境呢 对我们将其染夺的时候 将其贪婪的时候 将其称畏的时候呢 我能够起一个什么 哎 防护的心 防护我们不要这样子什么 哎 随着这个六层呢 这种的流失我们的正面 然后去起烦恼 这个叫做念防护意 你不是只有这样 常常去注意我的正面而已 当进现前的时候 我能不能去抵挡 对不对 这是不是常常提起决道而已 这个呢 你进界现前的时候呢 我能不能 平常这种的防护 我这种对念的守护 这种的关照 这种对六根的守护呢 当我面对静的时候 会不会被他牵连走 所以刚才讲的定资良 我们要能够 好好地珍惜 生活中每一个的经验 即使它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因为它都可以变成什么 什么的一个资良 一个防守失败 我下次就会知道 我的念是从这边去流失的 那我下次就会进去 整个力量这样子 就生气了 很想把他回过 很想把他回 就是把他回过去 下次就想中 算了 忍下了 不说了 哦 就会慢慢慢慢的 也许我们反应出去的时候呢 你可能要作用好久才会平行 我们忍下来 不讲了 你的作用可能 你会比较拐 你就会平行 很很心 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 灵静的时候 我将要发作的时候 我的这种念防护意 再来呢 就是很重要的 行丁人味 什么叫行丁人味 为什么有的人 直接迟到很紧张 尤其他受死的戒讨越多的时候 光五戒 八八戒戒 我记得我们以前 那个大专专 他们刚开始 受死八八戒戒的时候 非常紧张 因为前面五戒 那五个范围还很容易记 后面他这么凹牙的日 不祥话漫妇生 祝福高宝大长 这些对那个 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 实在是有点 节虚凹牙 所以他们还 我现在做这个 有没有哪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念防护意很强 所以他每天过得很紧张 哎 这边外面 哇 这心愿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 哇 谁只保持着这样 所以 就是 假如 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时候 你这样的剑 会不会变成 正上戒血 会不会有定力 不会 所以你一定要搭配 还要有什么 行品等位 这个行品等位呢 举个例子来讲 前面这个就是什么 有小拖来了 警炮气响了 警察就要赶快什么 巡逻 小拖在哪里 抓出来 抓烦恼的 现在都没小拖 警察还在那边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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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警察很干扰 对不对 一样啊 现在就没有性让你起烦恼 没有这个六成的性来让你攀燃 或者起撑会的时候 你还要随时在那边警察说 不扎灯 不托烦 不扔烦 你还这么多 这么多警察在那边 在那边亮红灯啊 那时候你这个警察亮红灯 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尴尬 所以那时候你必须要什么 行品等位 小拖抓走了 警察就不要一直循和不止 所以这时候必须要什么 舍 散走路 然后要舍 舍你那个很强的对峙的 警戒的那种 对这种的防卫的这种的念 这个是有进来你才去防卫的 没有进来你才是什么 心之平等的 是很安的 是安住 很安住 很平静的 所以呢 就叫做什么 要能够散舍 就刚刚举个例子 小拖抓走了警察 不要一直在巡逻 这样子的对六根的守住啊 我们的六根呢 我们才能够什么 是真正的防护 所以所谓的六根的防护 不是说 我想说要好好防护六根 赶快打过去 我都不要管你们 都不要管你们 都不要再吵我 自己关起来 防护六根 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当我们练对静的时候 我们能够什么 防守正面 常委正面 念防护意 哎 面对这个静的时候 这个静是不会来 扰我们的心 我们能够有什么 心平等位 这才叫做什么 跟律 才叫做守护六根门头 不是呢 避开呢 避眼不见 塞耳不闻 不是这样子的修行的 这是第一点 根据六根的防护 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那刚才第二个呢 就是与死之量 好 第二个呢 避死之量 避死之量呢 有几个重点呢 第一个呢 就是要失者过患 跟失者他的目的 为什么要具备这两个 你不能光只有死者过患 有的人死者过患 死者到最后什么 变质症 他就不要吃 吃一点点 都很不动是吃 我们真的不要去重视吃 但是你不能乱吃 随便吃 到时候你怎么 毕竟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凡夫 你还是需要这些 饮食的资料来 滋养射身 你才能够有这个什么 道具啊 我们的射身是修行的道具啊 修道的工具 那你修道的工具 那你修道的工具呢 虚类呢 这样子 垮了 那你一样 没有办法修行嘛 所以这个有的人 他们修行 会修行到偏火的 只死者过患 所以死者到 我不贪妨 所以什么都很随便 这是很多学佛人 到最后懂得 会变成这样 然后后来呢 就一生病奄奄 虚类类 非常的虚弱 然后晚年呢 没体力修行 所以你不是只有死者过患 你必须要死者目的 知道饮食的目的是 为了要做什么 其实这是你的心态的问题 我是为什么来思议 为了要什么 我能够有一个什么 修行的什么道具 修道的工具 即使这个道具 就是修道的工具 你要维护好 这个修道的工具 所以在那个 警长呢 告诉我们说呢 就好比什么 那个车子啊 哎 你车子呢 你要让他行走 走得顺 你一定要什么 你要把 你要上游 啊这个 我们的 饮食的目的 其实就是什么 你要上游 啊 你要游什么 你要有给他 你要有给他 加油 他才有办法 什么 去发动 去行走 你不能说 我学朋友 我不知道 啊什么 乱吃乱吃 到最后你饮料不了 买自己就是生病了 啊 吃到不该吃的食物了 如何了 啊 结果呢 也是一样没办法修行 所以 余食之量 不是只叫你不要吃 只叫你不贪着 所以 吃得过万 主要是要去贪 他只是要自我 整个贪心 就像讲的啊 小偷抓走了 你不要在那边巡回不止 不然你就得了厌食症 都不在家 所以我们以前 我们在大众院的时候 也有碰到这样的情景 那个家长白天说 我们这个学校后 我真不爱你学校 我们很不喜欢他学博啦 他学博以后 都不真的在这 但是担当在这 派出你到 你看 这就学博变成 那就是什么 走偏了 所以就是说 知道 施得过万 只是为了制服我们的贪心而已 那施得目的就是 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我们看 这个施得过万 其实 他有教很多方法 包括说 管饮食的相状 吃下去 再怎么美味的东西呢 还不过 舌头的三寸而已 你过了头 就不知道味道了 昨天吃的那一餐美食 到了明天 到了今天 你还敢碰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不贪着美味 这样子来受用 你觉得 到大餐 哇 没吃到 没赶上 你就心里很失落 或者是 有的 喂某食 不得手段 不得自在 不要说 不要讲到那么困难 吃盐桌吃饭 中间转盘转菜 你看 好喜欢吃那个 等一下转到 快要到你的时候 你前面那个人 刚好把最后一块夹走 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是圆桌吃饭 我师傅规定说 桌长负责转盘 其他人不可以转 而且一次就只转一道菜 然后 吃饭的时候 只能面对看着自己的碗 然后 需要夹菜的时候 才能抬头 抬头看到了那一道菜 管他什么菜 你一定要夹 而且最多只能夹两次 结果呢 我们有个事 叫他吃一吃 上去 一个春节 等一下 他吃完再上去 他已经转了一天回来了 又是一个春节 然后他有点脂肪 他说 我今天吃了两个大春节 有的人在吃一吃 我看到 哇 不小心要到隔壁那一道 想吃 结果还没轮到我 吃都不可以 无论看 吃吃 哇 已经转过去了 等一下再抬头 那一盘是空的 蛤 这就是什么 哎呀 你心里就会有很多的不心动力 其实有就是在一个很简单 你会平常 不止走 不止走 没什么 那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你可以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你还可以安排 可是当有一天 所以有的人他会说 哎呀 怎么办 哎 因为他在闭关的时候 不会有影子 人家拿起他的 哎呦 哪有这么多 啊 啊 今天这个怎么 怎么这么硬 今天怎么那个 可是你是什么 你都不能讲话的 你也不能回应 也不能说的 哇 你要去蛮接受的 你才会发现 哦 平常好像觉得一点 我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不在意 哦 当你被限制在 你只能这样 哎 所以他这个也没吃了 等一下吃完全都没有了 哇 你不是说 啊 我等一下还有机会 所以吃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可以讨厌出 啊 你的 你的这种 啊 贪金是不是有没有 所以不要觉得说 我不执着我不执着 是你执着的东西还没出现 呵呵 不是不执着 啊 再来就是对隐食的量啊 啊 能够质量 哦 适量哦 不要呢 啊 没有满足 吃饱就好了 啊 不要吃到十二分饱 十三分饱哦 哦 那吃者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 刚才讲的我们的心态啊 啊 就是说 哦 我们啊 饮食呢 是为了要什么 维持我们的生命啊 啊 维持我们的力量 啊 就是维持生命啊 维持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着 有很多修行者 并多最后只做到这一点 第二点都没做到 第二点叫做什么 哦 所以呢 要知道这个饮食呢 是为了除饥渴 为了修行 哦 哦 这样子来做的 就像刚才讲的 就像那个 你车子要走的话 一定要什么 要有油 要有油 你车子要走的话 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一样 好 好 这个是于食之量 所以就是说 我们对这些饮食啊 这种种呢 我们能够什么 啊 能够很正念正知 你看 知量 正念正知的 这样子来 清楚该怎么做 在经常有个比喻啊 对我们这个刚才讲的 啊 那个 跟律语就是一种念防护嘛 那这个于食之量 跟后面的正知而住 其实讲到正知 我们的正念跟正知啊 啊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什么 防晃于未来 啊 脚真的碰到了 啊 心散乱了之后 洗白脑的时候 要什么 黄羊腐扰 其实这种正念正知的力量 其实 跟律语啦 云食之量这些 告诉我们的子徒 只是这样而已 好 那第三个呢 啊 绝无一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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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有三段时间 第一个是白天 皱间 皱间 啊 啊 然后还有什么 初夜分 跟后夜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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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口经历 一天是什么 二六十 二六十二十二十 十二十 其实就是十二个时程 一个时程两个小时 其实就是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所以我们假如用二十四小时 这样子来把它粗位化的话呢 皱间呢 就是指什么 白天 从早上什么 六点 到什么时候 晚上 六点 这个就是白天 初夜分呢 初夜分呢 就是从晚上的六点到什么 晚上的十点 这就是初夜分 后夜分呢 啊 啊 就是啊 凌晨早上的两点到早上的六点 这就是后夜分 佛陀教我们说呢 在这三段时间呢 啊 一个专心休息的人啊 这段时间必须要什么 啊 精进的办法 啊 不管你保持精行啊 啊 精行啊 或者是宴坐啊 打坐啦 啊 或者你是禅修啊 啊 啊 就我们现在来讲呢 也许是客送啊 啊 或者念佛啦 啊 或者你做僧供事啊 或者你去做什么 其实这段时间就是你修行的 就是你拿来修行的 啊 你是一个出家 你现在正在打火器 当然你就放火器的内容 你是一个日常生活 你就放日常生活的 静静修行的内容 你是一个在家居士 啊 你该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白天 就是跟修行相应的事情 可他有一个重点 这些所做的事情 都是要什么 静修其心 能够清净我们的内心的 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的 那第二个时段呢 二十四小时扣掉 撑掉哪里 撑掉哪里 中夜分 哪一段 对对对 晚上十点 到什么 早上 两点 哎呀佛陀 这时候叫我做这些 总该让我睡觉吧 哈哈哈哈 哎呀对对 这个时间可以睡觉 佛陀跟我们说 这段时间你可以什么 又节而卧 你可以睡觉了 但是这个 睡觉 不是说 哇 天呐 怎么可以睡啊 大字型 睡觉 放映睡觉 不是哦 又节而卧 什么睡觉 哎 助 光明想 你如果是做暗暗 哦 暗了 哇 忘记要起来 助光明想 谁只想要起来 天亮了 哎你要保持什么 正念 正知 啊 常做奇想 等一下要起来 要起来 要起来 要起来用功 好 我说这个办法 需要休息 他需要休息 但是他需要用功 张帝就懂哦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用功 哈哈哈哈 啊 所以常做奇想 注光明想 你要保持正念真知 所以即使在博士的时候呢 即使在睡眠的时候 其实都是非常 都是 啊 保持正念这样子的 来睡觉的 当然也不要因为 这样子讲就很紧张 啊 敬佛法门教我们说 你睡觉前就是什么 含薄而眠 你就念薄念薄念薄睡着 啊 半天醒来呢 随时提醒自己 啊啊 啊 就继续念 早上醒来逼个念头 哎就是念薄 这就够了 哦 慢慢的你就会进步到 梦中有念薄 一睡觉中 就立刻在念薄 真的就是有余的那样子 哦 这就是对于睡眠的 我们是不贪着的 哦 不是说 趁趁的屁肥 趁的屁股 啊 现在老人时代啊 啊 越来 占的人数比例越多啊 哦 一不只 就是跟现在的生活饮食 都很有关系啊 啊 现在生活饮食啊 啊 坐着躺着的知识太多了 哦 累累的就躺着 啊 现在就好 比如说一百年前 躺在床上吸鸦片 一百年后 躺在床上滑手机 哈哈 哎 坐着躺着的知识太多了 哦 啊 这都不是很理想的一些状况 哦 那一个修行者呢 就是中夜分呢 即使是睡觉了 我们都还要保持正面正思 很觉醒的心态这样来睡觉 而不是很放逸的 哦 终于在睡 哦 睡到自然醒啊 好 其实啊 对于睡眠嘛 是 假如没有节制的话 是会越睡越累 越睡越多 越睡越想睡 你保持一颗觉醒的时候呢 你心有活力 很自然的睡眠 是很自然的 定力足的话 你睡眠自然会减大 假如平常散乱 散乱多的话呢 自然睡眠就会分布 因为心想工想机想累了 就会想睡 那第四个呢 当然讲会 分之而助 正知而助里面呢 他是针对一个 他举的例子是举一个出家人来说 这个出家人 其实在家人一样啊 你平常的行动都是如此 出家人他事情 他就有两个角度来讲的 一个就是说呢 啊 出家人做的事情 没有太多的行为嘛 要么就是在升前篮里面 要么佛事的时候 就脱波及时 就这样子 所以佛呢 就告诉他说 哎 你去脱波及时 你从升前篮 你从升前篮 跟 啊 你从市里升前篮 到什么 村落的往返途中 你有没有正知 正念正知 啊 你假如你整个都待在市里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正念正知 啊 一样 假如这个在家中的话呢 一样啊 你平常你必须要外出做事情嘛 你要办事情 你要处理自己 你在这种种的往返 往返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保持正念正知 啊 或者你待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在你自己家里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正念正知 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哎 我在这些整个往返的过程里面呢 啊 我对于我所往返的 场所 时间 啊 我是不是很正确的了知 啊 途中 该看不该看的 啊 我该怎么样子的 我要怎么收射我的眼根的 不应该看的 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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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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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 就是要还是可以在家是修行的 所以修行的人 尤其在家居士真的很不容易 經常也很讚嘆 在家菩薩很不容易 你要兼顧道業 還要兼顧世俗的應對 你要怎麼樣之做 才能夠跟大家融合 他們不會把你變成怪人 你也不會把自己變成怪人 你能夠很融合的 而且很安詳的 也帶給他們這種修行的愉悅 自己才能夠安心伴上 不然弄得他們覺得你怪 我們自己覺得更怪 相處的也會很便扭 到最後乾脆鎖定把自己關起來 這樣的話 更是兩敗俱傷 別人對修行 對佛法更是誤解 我們自己在修行上 也更是不得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不管我們的總統麻煩 這種保持正知而住 保持正知而住 這個可以讓我們在 人跟人的種和相處 所遇到的這些靜緣裡面 一舉一動 都可以非常得體事宜 而且也可以讓你安處世間 你依然保持你的修行 因為其實在我們修行路上 喜悅心很重要 得喜修淨土法人 禪定裡面 你要得禪定的地程裡面 也不要經過喜樂 修寫靜緣法人 我們講到呢 靜緣法人他是一個三妹 他不是一個死病 念不念得很專心很病 那錯了 所謂三妹就是 他是一個知情意都有的 有理性的 有知性的 有正念正知的 然後有理性的 還有什麼 情意的 我對阿彼侯 極樂世界 喜悅 我對於仿生淨土 要什麼 廣度眾生 發福提心 我喜悅 所以當我沒有辦法 起這個喜悅心的時候 我唸出來的佛號 是硬邦邦的四個字 阿彌陀佛 兩句你的天 你也會生 可是當我這個喜悅心的時候 你會讓自己是喜歡念佛 念佛好像什麼 那種感覺就很像 喜歡唱歌的人 不知不覺洗澡就哼哼哼 就唱起來了 走路走路這樣哼哼哼哼唱起來了 你要當你正在念佛裡頭 對阿彌陀的信念心的求願往生 是這種喜悅心的時候 你不自覺 阿彌陀 阿彌陀 對不對 像今天 老菩薩 好高興喔 跟我們那隻妞妞的狗說 阿彌陀 阿彌陀 他蹲下來 老菩薩笑得好開心喔 其實就是什麼 你不要想看一個動物 它對於念佛的喜悅心 這個緣起要補充一下 因為老菩薩到現在都還沒有摸過那隻妞妞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原因 然後我就說妞妞最喜歡念佛 你給他說念佛念佛的話 他就會蹲下來給你摸 然後連肚子就鼓勵老菩薩說 來來來我們來來 念佛念佛念佛 然後真的念佛就蹲下來了 然後老菩薩就這樣 切扭一下임佛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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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誕 老菩薩整身都會太激動了 太高興了這樣子 真的被我夢中了 很高興 我覺得大師父他沒摸到 他沒摸到 好像是自己為什麼摸不到 什麼童年女的外地 整間都摸得到 我們想她 她跟她摸回來 為什麼每一個狗狗都嫌棄我 為什麼摸不到 善好他是小時候他害怕什麼 我們都是陪他念佛 就把他當地宗打這樣子 所以他一聽到說念佛念佛 他就會蹲下來讓你念佛就對了 所以我就講說其實不管是人 有情中心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講說念佛是一種知情意 有情中心動物什麼東西 其實你們都是有情 所以佛絕對不會開一個法門說 用你們都不會都沒有的東西 這樣去休息一定用你們都有的 你們都會了 我們眾生就是什麼知情意都有 尤其情有情來世間 我們就是情 所以佛要怎麼樣讓我們得生死解脫 我們說橫出三界 就是用你這個情 阿彌陀佛是大依王 他可以救治你他的無限之輩 阿彌陀佛一親歸命對不對 就是用我們眾生有的這一種的心 然後什麼 帶你們能夠往生死解脫 假如我們這種的心 是往什麼 阿我喜歡什麼 阿你就說佛這些事情 我們就繼續來念佛 我希望的愛念佛喜悅 所以往生淨土是 心念心是很重要 心念心它是一種喜悅 對啊心往西方心 所以不要把念佛念得很定 我這次念佛怎麼都好多的閃爛 沒關係你不要念得很喜悅就好 所以你不用把念佛念得很定 那是你念佛走錯路 你把念佛念得你很喜歡念佛 那就對了 你不知不覺就念起不來了 你念佛像你喜歡唱歌那樣子 那就對了 那肯定是靈命都黃昏無爛愛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 因為念佛就是要這種心往西方 這種喜悅的心 對 剛剛說的 你所安度的時間 你們不能隨時有喜悅心 你在修行的過程 不管你是在家或者是出家 你在你的生活中裡面 你跟人的相處裡面 你的生活裡面 你們不能有這種喜悅心 你不管有沒有跟人對著或者在家裡 你有沒有這種喜悅心 所以跟人的相處 培養幽默感是很重要的 那以上就是講到這個 讓我們建立與境界的四個原因 那接下來就是來講到 當我的這個戒之糧 這個病之糧 戒律與這個之糧 底下這個地基打好了之後 我要開始來做這種禪定的修學 不管你用什麼法門都沒關係 你是修殘病的 或者你修念佛的 你是修觀獎的 都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要浮出那一塊 好 我們看講義 你要浮出那一塊 講義這個可愛的圖 要開電燈了嗎 可以嗎 好 好 在我們中國韓宗裡面呢 有牧牛土 啊 啊 這一個呢 是 藏傳的這個叫尋相土 好 它是用的是相 好 相跟猴子 你再壓一次啊 再壓一次啊 再壓一次啊 哇 開錯夾了 好 那邊就再壓 這邊就再壓 壓兩次 才會變兩管 這裡 這裡 你再壓一次 好了 再壓一次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不好意思 我們這裡設備檢帽人很粗魯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形象圖裡面呢 我們在看右邊的文字之前 我講過這個呢 我們設計的這個講義 這是筆記型的講義 所以有的空白 就是要讓你們做筆記用的 不夠的地方呢 它背後有白色的 有空白的 也可以讓你記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 巡像圖 那我們再看它 詳細的 這個調補的過程 過程裡面呢 我們先來看 先看圖就好 你看最前面最底下 我們看到最底下那個 從下面這個圖 從下面往上看 最底下的這個修行者 最底下的這個修行者 你有沒有看到 他拿著繩子 有沒有 他一手拿著繩子 一手拿著鉤 結果 他要抓住這個象 還有猴子 象跟猴子 有沒有聽他的 噢 這個象本質是黑的 從黑到白 這個是來象徵 他的這些 直觀的調補的這種過程 猴子很毛毛罩罩 就像我們的念頭 這種的散亂 這種跳來跳去 抓不到的 然後慢慢的 你看 前面是不是用 那個象跟猴子都用跑的 猴子用跳的 然後到第一個轉彎之後呢 猴子跟象是怎麼樣的 慢慢走了 有沒有看到象 象有沒有整隻都黑的 沒有了 耳朵變白了 那我們看到到下一個呢 有沒有抓到了 再轉一下 有了 然後有沒有看到 多了一隻動物 兔子 哎 對 他兔子就象徵了 哎 我們的這種 昏塵 所以 你知道嗎 這裡可以知道 當我最開始呢 是很散亂 說奇怪 我現在怎麼一打錯 就睡著了 我一念不就睡著了 有時候不是因為你放逸 是因為你過去 是散亂太強了 所以睡不著 然後你的散亂心慢慢調補下來之後呢 就開始會昏塵了 因為你的心還沒有穩定到夠的時候呢 哎 你散亂調補到某個程度 昏塵會出現 這個昏塵假如沒對自豪的時候 有的人就睡一輩子 這是一個修行人 一個滿大的一個關卡 我們到時候配合著右邊一起看的時候呢 我們會詳細說明 我們先看圖就好 哎 然後你看這個 像已經勾住了 很穩定了 你看有沒有看到這個像還什麼 回眸一下 有沒有 哎 表示慢慢被群浮了 好 剝了那隻兔子 然後這隻猴子呢 也沒有在蹦蹦跳啊 你看是在前面什麼 有一點像那個山上曲經的那個 那個高邊 在那邊幫忙看路啊 很佳服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啊 哎 在下一個圖呢 你看這個勾住了 這個像的白色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哎 然後這個猴子呢 你看 猴子剛才前面那個猴子還是往前看 這隻猴子有沒有回頭 哎 有了齁 好了 我們再看到下一個圖 哎 前面還是像牽著人 現在是誰 人牽著像了齁 換人走在前面了 啊像的 啊 黑色已經吞掉了 啊 猴子在後面了 不是猴子這樣 蹦蹦跳 在前面上的齁 好 我們再往前再往前看 寂靜的那一個 哎 你看 啊 是不是人還需要一直 拉著繩子這樣子來 啊 用繩啊 勾啊 這樣把像拉著走嗎 嘿 不用了對不對 輕輕的牽著他就跟著走了 對不對 像跟猴子就跟在後面走了 哎 有沒有看到誰不見了 哎 對 兔子不見了 好 所以我們修行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的 那個 有一些細的一些隨煩惱啊 等等這些呢 昏塵等等這些呢 怎麼會降死下來的 好 我們再看到像 上面那個轉角 哎 需不需要繩子或什麼 啊 不用了耶 這個像本質都變什麼 變白了 哎 你走了 他們從什麼 自己會走了 哎 猴子的根子走了 再往前走 誰不見了 哎 猴子不見了 只剩下像而已 好 然後再往前呢 這隻像怎樣 好溫泉喔 哎 坐在旁邊 好 陪伴你了 再往前 哦 你可以騎到架頭上去了 哎 然後最後呢 你拿的那一根是什麼 智慧劍 好 但是我們簡單先看了這個 人啊 像啊 猴子的這個故事齁 所以我是覺得以前的人 真的很 很有意思齁 他把這個修行的 但是又真的是用一條柱子 這樣子的路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了兩邊看的時候 以後這個書本合起來 你記不記得這個 整個殘修的過程是怎麼樣 很快就記得嘛 所以人還是喜歡看卡通的 哈哈 有圖像的就是這個 這個還是比較吸引人 我也喜歡看卡通 好 我們先來看 第一個齁 我們看到右邊的文字 內柱 內柱就是第一點 內柱呢 他這個行程 修行程的這個繩子啊 就是比喻了 就像我們的正念 我們用我們的正念呢 要去什麼 要去收射我們那個奔馳的心 那些妄想斬亂 這個像呢 是比喻呢 這個昏塵不是輕的昏塵 兔子是微細的昏塵 這個像是很重的昏塵 是幾乎可以說是睡眠 是很重的昏塵 那兔子才是比喻微細的昏塵 這個猴子是比喻散亂蹦蹦跳的 所以我們在剛開始修行的時候 睡眠都還很重 啊 叫我晚上 念佛 佛氣 念佛念到十二點 啊 要我的命 啊 叫我精進用功 啊 早上那麼早起床 哇 簡直像要命一樣 因為那時候什麼 哇 那種睡眠都還很重 對不對 都還粗著的睡眠 然後那種心思還很閃亂 像猴子一樣蹦蹦跳的 那我們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個整個圖裡面 我們剛才還沒有讓大家看了一點 這個沿路上呢 你看第一個轉彎的地方 左下角有什麼火焰 那個畫得不太像 不好意思 欸 有沒有看到 這個思維力下面那個就是火焰 你看 越往上面有沒有看到火焰越來越長 所以這個火焰的有無跟大小 這個就是代表我們內心的寂靜程度 產生的正面 政治的努力 你的力量大小的區別 那這個 這個我們整個修行道路呢 總共有六個彎曲 這六個彎曲呢 表示跟六種力量相關聯 就是我們從前面有沒有看到我們紅字的有沒有 聽聞力 思維力 意念力 政治力有沒有看到 精進力 這就是叫做我們修行 我們要修禪力這條路 我們要修念佛三昧這條路 我要怎樣善用我平常的聽經文法 我要怎麼思維起修 乃至於常常意念我所學 所以為什麼要跟你說做筆記很重要 你做的筆記 嘴得亂七八糟 你要意念所學 想要再回憶一下 都不知道在講什麼 也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種意念很重要的 我們眾生啊 記憶力沒那麼強 所以要靠什麼 聽文書寫來輔助我們的意念 那你怎麼樣去正面 正知 還是精進休息 所以在前面 這種內住的狀態呢 從一開始最初聽文 出發的時候是要靠什麼 學果出發要靠什麼 聽文 聽文是第一步 從聽文裡面爭取什麼 正見 正知見 引導我們怎麼去修行 那怎麼樣才讓我們上路 欸就是第一個轉彎 這是我們修行的第一個轉折點 就是要靠思維力 欸你能不能突破修行的低關 你有沒有什麼 如理思維 讓你能夠什麼 欸先走出修行的低關 知道什麼是該做 什麼是不該做 我要怎麼樣修行 等整個這些思維 所以前面的這個內住啊 這個靠這個思維力啊 最初的轉角 就是這種力量從內住 然後靠這個思維力 然後靠這個思維力 怎麼能夠到達什麼 等住 這個在念佛呢 內住的狀態 內住的狀態 在念佛上 就好比我們最初 在學念佛的時候呢 符號一提就掉了 你怎麼說 欸什麼時候怎麼就不見了 念佛念一下 怎麼又不見了 念佛念不念 一幾圈了 念不念不念 不見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最近的內住就是這樣 我們聽聞 思維 我們就是要這樣聽聞思維 聽聞思維 然後佛號一提就掉 一提就掉 那時候是不是我們的心 是從外面很散亂昏塵 很重的昏塵裡面 我們要慢慢往內收 往內收 能夠讓自己是安住在什麼 安住在的時候 就是我修行的所言 所以最開始修行禪定的時候 修行三昧 修行念佛的時候 聽聞力很重要 我們對於內心裡面 對法的這種 剛才講的喜悅心 歡喜心 啊 我喜歡念佛 你自然就怎麼不喜歡 那些歌舞官聽 啊 我喜歡修行的這樣子的一個 直接親近 這樣子的 好 說八官再見 好 早遇知足 這個是漸漸的 我們對外帶的五欲樂 嘿 我們就會什麼 就自然的不喜歡 所以這一種 不是刻意說我不要 是自然的不喜歡 嘿 自然的不相應 所以是不是從這個 初修的內度裡面 已經慢慢的靠聽聞力思維 慢慢的把自己的心從 由外往內 什麼 嘿 收穿回來 所以這時候你的佛號 一提起就這樣 一提就這樣 沒關係 你就是在這種的練習裡面 慢慢的進入到什麼 欸 下一個等住 嘿 這個等住 你看 它這個等住跟那個圖畫的 很有意思啊 有沒有看到他們 他們 猴子跟象慢慢走了 會等你啊 等住就是指說 就念佛來講 就是表示我 我今天能夠抓住了 今天能夠擋住了 今天能夠掌握住了 今天能夠掌握住了 我心念佛 欸 一丟失了 我立刻就能抓回來 不是喔 前面是 去打了一大圈妄想以後才什麼 啊 我來想 我怎麼想到哪裡去了 蛤 什麼 已經三個小時過去了 蛤 已經下鄉了 啊 現在是什麼 欸 一丟失就立刻就抓回來了 這種力量就要靠什麼 意念力 隨時隨時提起正面 啊 這時候就會開始有 微細分層產生了 啊 所以我們念佛慢慢上路的時候呢 欸 坐著 欸 不知不覺好像有點恍惚了 欸 這個就是 其實佛號不清楚了 這就是微細生存 欸 煎香來給你牽一下 師父我沒睡 啊 臉皮都黏起啊 呵呵 其實就是這麼 你已經不是很專注在念佛 你已經整個鬆了 你這種微細的昏塵 其實比較厲害的變相其實 看得出來的 那個臉皮都鬆了 呵呵 都鬆垮 跟你很專注的那個眼神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呢 就是微細昏塵 就是這邊出現了這個兔子就出現了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陷阱 一般很容易把這種微細的昏塵把它當作定 因為這種狀況 這時候的這種狀況是齁 你心是很清靜的 很很寧靜的 但是 它的解決力在什麼 寧靜 淡了 不明亮 這很重要 很多人把這個呢 在古德一直很呵責 這個叫做什麼 清婚境界 有人把清婚境界當作呢 是定 當作自己的念佛功夫 那就會一物一輩子 念佛應該是很明亮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念得很定是不對的 是念得很喜悅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念佛靜在阿彌陀佛的陰生海 喜悅 你明亮的 可是你到念佛 回心的時候 你覺得 念完很舒服 沒有 你是睡夠了 哈哈 休息夠了 很舒服了 你明靜但是不明亮 很多人這個叫做清婚境界 這很呵責的 假如時間夠的話 到時候也會 因為我怕時間不夠 以前也是跟上完這個合作 還有上一個念佛上面 不要走成禪定路線 就是進到那種清婚境界 太多人把這個當作是功夫了 所以 福德講 坐禪不要掉到黑窟 黑洞 其實只是就是這種清婚境界 你很明靜但是心是不明亮的 它不是定 太多人把它誤以為是定 其實就是這隻兔子 就是剛才講到的 進入到第三個呢 安住 就是我一撕掉了 就能夠立刻抓回來 前面講等住了 漸漸能抓住了 漸漸能抓住之後 我靠意念力呢 我就是能夠進到安住 安住的話就是指說 我一掉了就立刻抓回來 一撕就能抓回來 剛才等住是漸漸能抓住 等住就是漸漸能抓住 前面內住就是一撕就掉了 現在是一撕就抓回來 這完全不一樣的 內住是指我一撕一撕就掉 等住就是我漸漸能抓住了 你看這等住啊 就是像跟猴子在等他 安住就是我一撕就可以抓回來 一撕就可以抓回來 你表示我念佛呢 一心一跑掉了 安住安住 安住 就可以抓回來 撕就還 這裡要警覺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這隻兔子 不要把它當作是你的功夫 所以有沒有看到 剛才等住那個地方呢 人跟像猴子是不是還有一個距離 可是到安住這裡的時候 人跟像的距離很近了 你要拉回來很容易 所以就是指說什麼 我一掉了就立刻就可以拉回來 然後到進住 你看這裡之後 你看到有沒有看到 到進住呢 像已經會回頭了 猴子也會回頭了 表示什麼 進住就是我的心已經安定下來了 我念佛 其實假如你是用四面柱休息 修學來說 在這裡是念佛 念佛得成就 你可能就是要進入到四正寢 四如意圖那邊了 在這裡是 就修三十滴道理來說 到這個階段是念佛成就 就是我心已經安定下來了 就佛號來講 我們一句佛號 想要抵握煩惱業障的話 首先呢 我們就是要什麼 能夠掌握住它 心能夠安住 能夠有辦法去降服煩惱 能夠去握住它 跟前面的三個比較呢 其實就是更加更加的穩定 穩定安住在我們的所願 不管你的所願 只用念佛用三十七道品的修法都可以 所以我們一看 我們現在把前面這四個 我們再看一下 從內住、等住、安住、進住 這個是一條線呢 還是什麼 還是像我們剛才講的 是一個轉盤 是一個轉盤 所以我們的心不會說 就這麼順利的 一個步驟就要進住 我們一定在那邊反反復復 前面可能是內住 有時候就等住 有時候又內住 有時候等住、安住 有時候又退到內住 我們就是這樣子 在前面這些步驟裡面 反反復復、反反復復的休息之後 是不是你每一次退的 就會越來 機會跟時機率就越來越少了 對不對 每次再往後退的 就不會退到那麼後面了 可能剛開始一退 就退到遠點 可是你慢慢的 一直反復、反復、反復 休息之後呢 你就為什麼 慢慢就穩定下來了 到心真的穩定下來了 進住 所以為什麼剛才講的 長尾細做 你要長做 要仔細做 長做 就是這樣反復、反復練習裡面 念佛一樣 為什麼說念佛要常念 道理就在這裡 你念一句 你覺得說 我這樣念了一天 少念一點 為什麼很多人念佛不會很用功 因為他覺得送一部經 他立刻就有成就談 跟師父登記 我送了一部地藏經 我自己 對我自己來登記 我自己也覺得 我送了一部經 可是你念佛好像多念一個小時 少念一個小時 好像你不會感覺差別差太大 原因是我講的 其實我們都是在這邊 一直在反復 我有時候心覺得比較安定的 可是有時候又反復了 可是要知道 功夫就是在於這種 長念長念裡面 時間久了以後 你就會發現不一樣 所以念佛這樣子的功夫 我以前常常做一個比喻 你其他的對自觀 對自修的修法 就好比說 我們這些煩惱用晚上 夜間的入水 是不是非常多 無量無邊 到處都是 就像我們的煩惱 其他的對自法 不管你用飲食過患 不進觀 用什麼樣的修行 吃杯觀 什麼樣的修行 就好像你對於夜間的入水 你立刻感覺那樣的修行 有效是趕快擦掉 我是不是趕快擦 哇這片都乾了 對不對 你立刻 就可以感覺到很有成就 感覺的 我看得到我修行的成果 可是念佛很多人 為什麼沒辦法念到徹底 念佛呢 它叫大成圓頓法門 它不是一片一片去擦的 它是什麼 日出的 它比喻如暗夜的入水啊 日出 日出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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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寫 吸就是指入水乾 所以我們常常覺得 念佛好像沒有感覺有什麼樣的進步 我常常比喻說 你晚上十點的暗 跟早上四點的暗 假如你不看時鐘 你分得清楚嗎 分不出來對不對 可是一旦天亮的時候是不是截感不同 一樣啊 你念佛 你的火候功夫是晚上的十點 跟早上的四點 其實你是看不出來的 可是呢 哪個離天亮比較近 對 等到天亮了之後 日出則吸 煩惱 這些入水一直聚乾 這就是大成圓頓法 讓我們橫出三界 很可貴的地方 所以 念佛路上 在這個 三昧 這個定學的這種的修學裡面呢 你不要覺得說 我怎麼常常退回內住 你不要錯著 我們講說念佛不是一個 禪定的修學 它是一個三昧 所以你一定要有喜悅心的 你再跟靜靜退退沒關係 你是很喜悅的 樹出三界 你要把這條路走完才出三界 橫出三界的話 你在這條路的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出三界 只要你有什麼 喜悅心 心願往生 信願往生 心往西方 你在這一條路的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往生定徒 念佛不需要很深的定律 念佛在內 為道地病都不大 你在這條路的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往生進徒 所以 為什麼會強調說 我們修進徒法門 信願力非常的重要 你信願力足夠 如果你有念佛的話 你也許念佛功夫不是很真 但是你可以往生進徒 所以我們念佛的功夫 我們就在這邊反徒 沒關係 你要隨時搞正面就可以了 隨時提醒自己 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喜悅心 你已經要有 我們看到第五個 條順 條順呢 你看前面的這個散亂力呢 散亂力已經漸漸的弱了 你看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一隻 那個什麼 有沒有看到 條順那裡 條順那個字的 左上角有沒有看到那隻猴子 跳上去在踩什麼東西 踩桃子吃了 對不對 欸 猴子跳到樹上踩果子吃了 表示說什麼 以前都是什麼 散亂想 想東想西想惡的 現在已經會有什麼 善的巡詩了 所以真正的禪定 真正的一個修行 不是自己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做 所謂的定力是善心一處處 一處處 你是一個善的巡詩 這是被允許的 所以不是指說我學佛以後 我要好的精力用作 什麼都不管 不是這樣子的 是我們對於能夠 讓我們所言所做的 都能夠去跟善的巡詩相異 善的巡詩相異 所以在條順裡面 藉由正知 不要讓我們的心散亂 能夠撤離我們的心 慢慢的要倒向乾昧的方向 其實這時候 我們就已經是慢慢去調伏 我們對於攝身相異處的這些 所起的貪嗔痴 能夠遠離三毒了 讓我們的心 這種攀緣心 在內心裡面慢慢的去降伏了 慢慢的降伏下來 這就是條順 那我們再看著 往前的話 在條順我們剛剛所看 條順的時候是什麼 人走在前面了 你的念頭已經會聽你的話了 我想念佛 我想念佛 我想要就有 以前是什麼 想念佛 就不知道 不知不覺是被你的念頭吸氣牽著走 就想風想西去了 可是你現在什麼 佛號想要就有 我現在講念佛就可以念佛 我現在講動機就動機 我現在跟一個交談就交談 你可以當自己念頭的 可以掌握住自己 你可以去調伏 這是條順 慢慢的呢 你看到極靜 這個初衷的昏塵 你就慢慢降伏下來 這個像已經 這個黑色都退快退光了 猴子已經是什麼 哎呀很乖在後面的跟著了 這就是 這個到極靜呢 這就是要靠什麼 當我心已經慢慢就穩定下來 我可以掌握住自己的念頭 我可以掌握住自己 自己想要怎麼樣去修行的時候 這時候 有的人在這裡會挺很長的 一段的時間 就待在那裡來 至於待到他往生 因為他少了一樣東西 他的正見不夠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修行架構的不夠清楚 所以他不知道還可以往哪裡去進步 所以他就停留在那種 極靜的享樂 哎呀我已經很親近了 以為真的是修行了 錯了 其實這時候就必須要靠 要提起一股的精進力 再加工用心 才有辦法發現說 哎原來我還可以再進步的 原來前面還有路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開始 我們在講說你對修行架構一定要清楚 不然常常我們走到一半 就以為那個是終點 所以到極靜那裡 很多人在這邊會以為說 哎我修行已經很好了 我就一直停留 一直停留 近在那種 那種那種 那種 哎我要念佛就有 我要什麼 我已經很自在了 好像已經這樣子就是修行了 就這樣過了一輩子 來自於又再下一輩子 然後轉生之靈 以後就繼續輪回 對這時候的突破就是要靠 一股很強的精進力 才有讓我讓自己 從這一個內在的 平靜的瓶頸裡面去突破出來 我們要從大風大浪裡面 要突破出來反而容易 因為呢 危機是乎 所以我們會非常的警覺 可是這種平靜的埋伏呢 是很多人 我們說溫柔鄉英雄走 這種平順的這種靜呢 常常是英雄的墳墓 把自己葬生在那裡 不再進步 不再精進了 其實這時候就比較靠 一股很強的靜靜動力 提起靜靜 提起靜靜 並才能夠突破這一個關卡 那這一個關卡呢 所要降伏的主要是什麼 水煩惱 水煩惱呢 尤其是五代的煩惱 這種煩惱已經是比較細了 靠了這股精進力 在往前進步的時候呢 你看前面相完全變白了 那猴子是在後面了 一個最極極境 這時候呢 維繫的昏塵散亂呢 很難產生 兔子都不見了 那相也全都變白了 所以這維繫的昏塵散亂呢 很難產生了 即使產生呢 不需要很努力就可以賺錢了 其實這時候呢 算是心已經是相當的一個穩定了 所以這個從剛才五六七 五六七呢 其實這是一個降伏煩惱的過程 你看從那個五到六到七 我們甩掉了幾隻動物 我們要甩掉幾隻動物 兩隻動物對不對 還要把相的黑全部甩掉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降伏 不管是粗的昏塵 細的昏塵 乃至於散亂的一個過程 這是降伏長的過程 它主要就是要靠精進力 才能夠突破這一關 然後到最後呢 哎呀像純白了 猴子不見了 第八個呢 鑽住一去呀 表示這個時候呢 不會再有感動發生了 其實這時候是不間斷 無間的修行 可是呢 這時候還是屬於什麼 有功用行 那這時候還是算在有功用行 我們從這裡想要再往前 再更進一步的時候呢 就要靠竄襲力 所以這種善的竄襲呢 很重要的 我們平常啊 念佛 我們其實就是一種學習竄襲力 常常念 其實就是學習這種竄襲力 這種竄襲力 你不要小看 現在好像看不到什麼眉目 這個當你走到這個 後面這個階段的時候 才發現過去的這個竄襲 是很重要的 平常一起床 刷牙洗臉都會念佛這樣子的竄襲 等到有一天你就知道 這真好 你就會用上這個功夫了 就是你平常有這種竄襲 你有這種習慣的時候 當你很多煩惱 降伏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的這個的功用就出來 所以平常 為什麼我剛才前面講的 善的習慣 按第一個我們講 第一點注意見 一個善喜 思羅 一個善的習慣很重要 你說哎呀思羅你就保持正面 洗床洗臉的時候就保持正面 不是他開完之後 噗噗噗噗噗噗就保住了 你能夠從容不破 你動作雖然很快 但是心是安住 是很安住的 這種善的習慣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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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走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善的善吸力 它是幫助你從有功用行到什麼 無功用行 所以在這個第八點裡面 這種不間斷 這種無間的這種修行 達到無功用行裡面 它必須要有很強的正知 才能夠達成 所以為什麼我們前面講到 你的財經的修行 借之律語裡面正知而住 你看你往反春間 你日常生活 你在社中 你能夠保持正知 是很重要的 你這樣的力量 到最後是要靠這個力量 才有辦法讓你什麼 無間做 進入無功用行 所以我才說 你要好好的 我們要好好的去掌握 我們的每一個資料 你不要想看這個好像沒什麼 有一天你要用到它的 你沒靠它的話 你沒辦法從有功用行 進入到無功用行 這個資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在這裡 你就有累積量的資料的時候 當你的禪定 或者當你的念果 你的心穩定 你的掌握到那裡的時候 你的正知就出來了 這是讓你能夠 你的念果是一種 進入到無功用行 你走到這邊的時候 你是成片的佛號 憨男大師他正面無三妹 為什麼一日二六十裡面 西班山真的寥寥不淺 從未消失過 我也曾經在想 這樣要怎麼過生活 西班山是你站在我走到哪裡 前面就是 西班山真的 我怎麼過生活 這個是我沒看到人說的話 真正看到的人呢 其實他是 就像《華言經》裡面講的 那個是重重無盡 重重無愛的 他依然很正常的生活 不會因為他的佛號銀耳 而聽不到你講話 你看 佛以一徵一音研修法 眾生隨類得得結 那眾生所有的萬類的聲音 佛都可以聽得到 這麼吵雜 他怎麼句子可以聽得到 所以我們不能用凡過心去思議 如來境界 一樣 你一個禪定的 一個三妹的境界 我們不能用一個散亂的心去想 怎麼有可能 所以一樣 當我們為什麼這個正知很重要 我們平常有這樣的累積的時候 當你走到這一個 剛才我們講的 你休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這些就是幫你 你平常養成的這些的資料 這些的定資料 這些的經驗的累積 就是讓你從有功力行 進入到這麼無間的 修行的無功用性 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剛才講的那個定資料 正知而助 是這麼樣的重要 這邊就要用到了 然後才能夠進入到等詞 其實就用禪定來講 你都是進入到禪定 無功用性 得清安 這種禪定 這種禪姿會出現 假如就修行來講的話 就念佛來講 三妹 我會獻前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種的穿襲力 你能夠正知的穿襲力 你從定裡頭 而有什麼 智慧 智慧見 然後斷我直 能夠破我直 然後能夠正空性 就是要靠這樣 所以你看 我們從這裡看 可以知道說 這一路走過來 沿路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些 戒律那些資料 是不是通通用到了 每一樣說 欸 現在知道了以後 人間求 認真點 不要去排除任何一個 一個有機會 變成我們資料的 的這種司機 好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那其他的 明天早上再講 明天早上的話 因為小小時間還可以 所以明天 七點半到九點 先講以前戒等 那九點以後 我們再繼續講這個三點 再補講這個三點的部分 今天先到這邊 而且要等一下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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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嚴佛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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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報誓眾恩 上報誓眾恩 下祭三土苦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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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八菩提心 西八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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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生極樂果 同生極樂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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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